同志们 朋友们 OK科研你到底出啥事了 没事 我跟你说吧 中国交易所肯定没事要有事早就关了 没事 但是这个确实是什么呢 最近封了一大批的这个OPC的卡 因为有些 非法的一些人呢他通过比特币交易所 进行 洗钱 跟赵东那个事也差不多 就是 就是有一些非法的人去找正规的人去换了 换了 USDT 这很正常 火币会不会有事呢 应该没事 但是OK的公告比较牛逼是 OK科研的公告也太直接了 含蓄点呗 是吧 非得直接把这个事情的语 经过都说出来 控制私教的人 可以被有关部门带走 接受调查 但记住 用户的资产一定是用户的 有关部门的人也不能把用户的资产给弄走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今年 发起的这个提币运动就让大家把这个币呀 提出来 也大部分都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嘛 提出来放到自己的 这个钱包里面去 什么MTOKEN啊 比特派 COPO钱包都可以 这些都是钱包 你可以把币放在自己的钱包里管理 自己的私要 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 放在交易所里面 如果交易不错事 你看你不能提币了 这可能很多人的全部 身价都在OKCoin 或者火币 几个平台我认为靠谱的 一个是 币安 因为老板不在国内 在国外 还有GateIO 这老板都在国外 这不没有被边控 其他的几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老板们呢都在中国 到底国内对这个数字货币的态度是什么呢 比较暧昧 因为鼓励DCEP DCEP如果要搞全球化 不能关交易所 一定要靠中国这些创业者 火币 OK 是什么呢 火币 OK 币安 Gate 这都是 都是 为中国 DCEP出海 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就是中国的华为呀 所以火币 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华为 火币一般 或者一直以来 都比较谨慎 币安是中国的 TikTok 抖音 啊 就是说 数字货币 DCEP如果想搞国际化 必须有 无数的中国的币船人 加入进来 为 DCEP做出巨大贡献 其他的都扯淡 所以说我觉得 首先有关部门 啊要 要要要要 不要乱执法 不要乱这个 搞什么 是吧 起码得先负责 认得 看在大局观上 考虑 啊 不要因为有个别人 在一些数字 国际平台 洗钱 啊 就是一个 这个 臭臭 啊 害了一锅汤 啊 整个 DCEP 还是要全部 必须人 一起的支持 一起的发展 才能带动 简单说吧 怎么回事 不管是其实中校教授我都觉得不靠谱 尽量把病全踢到自己钱包里面去 同志们 啊 踢到 自己的手机上 拿着自己玩 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在UNITOF上一遍一遍可一遍可一样可以玩 没事 好吧 推荐大家去UNITOF交易 好吧